那大家最喜歡的其實是強力修剪模式 滑鼠左鍵按住開始拖曳 都會被它刺掉 刪掉 你可以用點選的方式去剪掉你不要的線段 它也可以造成一樣的結果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魔劍隊 我是雷西教師阿如 我們要來介紹的是修剪圖院 我先隨便畫個什麼東西好了 假設我畫這樣的圖案 請各位在標尺寸的時候 不要這樣標 這樣子看起來很不專業 那專業怎麼標 要寫的喔 好這樣比較專業 OK這個是我的原始草圖 我不會在原始草圖去做任何修改動作 所以呢你可以跳出原始草圖 上機準面 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參考圖遠 把我想要留出來的東西呢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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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去做修剪 那修剪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模式 那大家最喜歡的其實是強力修剪模式 那它是什麼概念呢 你選擇它之後 空白處 在裡面的空白處 或者是隨便哪個地方都可以 裡面就對了 滑鼠左鍵按住 開始拖曳 它會出現一條很單的 曲線 然後你可以 鎖精之處 都會被它撕掉 刪掉 好這是一種模式 強力修剪模式 那老師呢 比較不喜歡強力修剪模式 因為很容易誤觸 我比較喜歡選最後一項叫做 修剪至最近端 你可以用點選的方式呢 去減掉你不要的限度 點選 剛剛是拖曳 它也可以造成一樣的結果 但是如果說呢 你今天啊 你今天要修剪的東西 你希望可以保留它的原始圖人 勾了這個選項 那麼你選取起來的東西 它會變成虛線 好這個我想要剪掉 欸等等 差點歪掉 OK 這樣也是一樣的效果 但是它中心線沒有被 移除掉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像這種童心圓 我在剪掉之後 它很有可能會造成尺寸 跑掉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 建構線的方式 保留住那個尺寸 讓它不要跑掉 你不需要重新設定 你就可以用建構線的方式去做保留 OK 那修剪完畢之後呢 它會是呈現一個 裡面是 藍色 還是紫色 反正裡面有一個填滿的顏色 如果你 還沒有完全修剪好的話 它就不會出現這樣子的顏色了 那麼這個外輪廓我們都做好了之後呢 那麼這個外輪廓我們都做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切換到特徵裡面的生長片料 你可以呢 去讓它長出一個簡單的料材出來 那麼接下來的話呢 除了這個形狀 它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大圓跟一個小圓 這個大圓是長料的 小圓是除料的 那進階的話呢 我會教你用上基準面去長這個大圓 但我們現在初階的 我們講簡單一點就好 從這個面 選曲起來 它會變成是藍色的 畫草圖 這邊有一個草圖的指令 選曲好之後呢 它會自動轉正 你可以呢 用參考圖圓的方式 把大圓 複製起來 去做長料 比如說長30 接著我想要再去做除料 從上面的圓 畫草圖 參考圖圓 小圓 除料 成型至下一面 好那我們這樣子呢 簡單的圖形就完成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歡迎按讚訂閱 訂閱或分享阿如的頻道喔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個影片